如何才有把握往生?往生有没有把握?并不是欲知实质。 偶义大师在阿弥陀经药节里说,能否往生在信愿之有无?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之前身。 印光法师是西方大士至菩萨在来,他对于药节赞叹到了顶点。 他说,即使是古佛在来,对弥陀经做一个批注,也不能超过其上。 由此可知,偶义大师若不是阿弥陀佛再来,也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。 所以,他的话就是佛的话,这是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,有身性切愿就决定往生。 身性切愿在哪里表现?对世间决定不染灼,才是真性真愿。 如果还有贪爱留恋,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去得了? 因此,古大德说净土法门的修学是心宴二门。 心是希望,欢喜求生净土,宴是宴气,宴离娑婆世界。 把求生净土清净弥陀,当作这一生唯一的大事。 除此之外,微不足道。 我告诉大家,你能把无量寿经权做到,决定上品上升,做到百分之九十,上品终生,做到百分之八十,上品下生。 这样慢慢递减,最低限度做到百分之二十,也能下品下生。 如果低于百分之二十的限度,往生就没有把握了。 学佛讲相应,相应就是必须具足性解行正,即相信佛的教会,理解佛的教会,进而如理修行,并获得经中所讲的利益,缺疑都不相应。 在现前,烦恼妄想杂面减少,心地清净,智慧增长,这是浅证,少分与佛相应。 但功夫纯熟,自然晓得什么时候往生。 六祖慧能大师在一年前就嘱咐他的学生,替他预备后事。 台中李炳男老居士讲经时,告诉大众,他再讲两年就不讲了,这个意思就是两年以后他就要往生了。 所以,功夫纯熟之人,一两年前就知道自己何时往生,功夫差一点的人,多数是一个月或三个月前就知道了。 台北连有念佛团的李济华老居士往生,就是两个月前知道的,往生没有把握,说老实话,就是听经太少,我们不听经,就被烦恼妄想熏息。 世尊当年再是二十奖经,四十九年不中断,二十就是现在的八小时。 当时印度时辰的分法,周三时,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,夜三时,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,一天是六时。 现在把一天分成二十四小时,所以古印度的一时等于现在四小时,每天听经八小时,才会有成就。 现在讲经的人少,我们想听经可以利用录像带、录音带、CD或计算机网络的方法。 反复的听,一天听八小时,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听掉,清静心就现前。 清静心现前就有感应,往生怎么会没有把握。 南谋阿弥陀佛 南谋阿弥陀佛